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1月13号 这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 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今天这个天眼茶APP显示 天津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新增7条欠税公告 欠税余额合计3.4亿元 当前新发生欠税余额合计3亿元 欠税税种为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这个天津万科它是成立于1996年 由香港永达中国投资研究公司万科A共同持股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万科还是缺钱了 都开始欠税 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都开始欠3个亿的税 可见房企日子还是一如既往的难 前两天咱们介绍了万科的母公司 大股东、生铁集团 这个曾经自己赚钱的地铁公司 现在也出现巨亏啊 生铁集团前三季度净利润亏损80亿 而这个万科呢 净利润亏损180亿 儿子不让人省心 这个老子也不让人省心 你说这两个谁就谁 以前啊 大家都说万科背靠大树好成粮 背后是国企 有的是钱 你现在看来啊 家家有本难念的金 地主家也没余粮 老子也没钱 赔的更狠 所以说这个万科在天津欠税 这个不难理解啊 那管输恒大呢 那就更惨了 11月12号 恒大又新增16条被执行人信息 执行标的合计4.8亿余元 这个天津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 恒大新能源汽车 投资控股集团野心公司 新增一条股权冻结信息 股权被执行的企业为 恒大新能源汽车江苏野心公司 冻结股权3000万美元 冻结期限 2024年11月11号到2027年11月10号 执行法院为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也就是恒大汽车啊 也是还差一口气就要咽气啊 管如中国的繁殖厂啊 海外的这些机构啊 他们的看法也是飘忽不定啊 你比如说这个高盛啊 高盛研究部 中国繁殖厂团队负责人 表示啊 我们终于迎来繁殖厂市场 持续下滑的拐点 我们认为这一次如之前的 临敲碎打的宽松措施不同 高盛研究部认为啊 他说未来几年可能会注入 约1万亿美元的额外财政刺激措施 来帮助稳定房地产市场 问题规模巨大 他说我们的研究人员估计 如果中国住房全部建成 未售出的库存 将达到93万人民币 他说相比之下 今年的房地产销售总额 估计约为9万亿元人民币 这个高盛认为啊 中国这个再建的这个房子啊 全部建完 一共是93万亿人民币 这个库存 我们假设按1万块钱一平米 那他就是93亿平米 你按每个户型93平米 那就有1亿套 对吧 如果你按2万一平米 那就5000万套 你想一想 哪有这么的人去买房啊 5000万套啊 这什么概念啊 这个高盛认为啊 他说房地产市场认出不稳定状态 很大程度上取决政府的后续支持 高盛研究部估计 如果不进行干预 房地产价值可能面临再次下跌20%或者25%的风险 这将使房价跌至峰值的一半左右 但尽管如此 政府的主措仍然是积极的 高盛的研究人员现在估计 房地产价格可能在2025年底年稳定下来 高盛认为 政府逐步实施 住房去库存措施 将为未来几年 房地产市场稳定提供更好的视角 然后高盛研究部表示啊 到目前为止政府为治愈房地产市场而采取的措施还不够 该部门估计至2024年底 可受住房库存的供应量 将相当于两年以上的需求量 也就是严重的供大于求 供应是需求的两倍 此前 央行曾出台措施 包括向国有企业提供 3000亿人民币的贷款支持 用于购买以完工但未售出的住房库存 另外还有4万亿人民币的信贷 旨在促进项目完工 这些措施还不够 而且这些计划的执行也存在问题 存在什么问题 咱们昨天节目啊 前天节目都说过了 这里不多说了 高盛估计 如果没有额外的刺激措施 房地产市场地名可能还会持续三年 然而 现在有迹象表明 政府将在未来几年 推出足够的额外财政刺激措施 来应对房地产市场的崩溃 随着约8万亿人民币刺激 即将出台 高盛研究部预计 将由资源减少一级市场的可受库存 同时也有助于清理积压的建筑 并重组债务 这一数额的刺激措施 还将解决开发商预售 但未完工的住房问题 也就是保交楼的问题 这将是提振市场参与者信心的关键 中国为刺激经济而采取的几项措施 曾一度提振市场乐观情绪 但随后未能达到预期 高盛研究部表示 监测政府刺激措施的落实程度 将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 这个政策落实程度 比你那个规模还要重要 言下之意 就是现在这个规模 你只要把它落实好 这更重要 就怕是光打雷不下雨 识别中国最大最繁荣城市 房地产平均售价回升的迹象 也至关重要 因为这些城市的需求 可能首先得到支撑 这些地方的反弹 可能有助增强市场参与者 得入未来广泛市场复苏的信心 然而高盛研究部也警告称 这些努力并不一定保证会成功 例如高盛研究人员指出 中国和日本房地产地迷时期 有相似之处 他们对1992年到93年 东京房地产案例研究表明 人口结构变化 严峻的宏观经济背景 和通缩紧缩预期 可能会抑制房地产价格反弹 这是高盛的态度 那高盛的态度 简单点说就是 如果这些旧房市的措施 如果得到贯彻之行 那么在2025年 这个楼市 有可能会见底 这是高盛的意思 那这个IMF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什么态度呢 IMF在10月份的 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 他说日本 20世纪90年代 和美国的2008年等 其他国家历史上 房地产危机表明 除非中国危机得到解决 否则价格可能会进一步回调 该机构解释称 这反过来会降低消费者信息 减少家庭消费和国内需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首席经济学家表示 中国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 已经纳入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 这些措施 肯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但不足以改变我们 今年预计的4.8% 和明年的4.5%的增长速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把咱们明年的GDP 已经调到4.5%了 这个首席经济学家 的担忧在于 他说最近的支持措施 可能会给产出 带来一些善行风险 但这是中国第三季度 经济活动令人失望的大背景 因此我们面临着这种紧张局面 一方面经济表现不佳 另一方面需要支持 会有足够的支持吗 我们还不知道 IMF认为 政府为应对国内需求疲软 而采取的刺激措施 将进一步公共财政带来压力 如果以促进出口为目标 对某些企业进行补贴 可能会加剧 与中国贸易伙伴的贸易紧张局势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显然更加悲观一点 那这个标普的意见呢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普表示 资金和信息是稳定的关键 第一个关键条件 是更容易获得资金 当开发商看到更有利的融资机会时 他们可能会重拾对土地收购 和新开工的信心 其次 政府将不得不加大力度减少库存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推出了一项 37亿元人民币的再大款机制 用于购买现有的社会住房库存 尽管这很有帮助 但据估计它只占整体完工 住房存量的一小部分 4%到6% 进一步的政策帮助是去库存的关键 当库存逐渐减少时 相信开发商将不再通过大幅降价来去库存 这个显然标普 不了解情况 政府的3000亿 现在只花了100多亿 也就是说各个地方政府 根本就不打算去要这个钱 昨天咱们节目说了这个收储房子 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说来说去咱们说通俗一点 地方政府他不能做赔本的买卖 他没钱赔 现在经济形势这么不好 政府缺钱不能越渴越吃盐 这个标普也认为 他说新政策无法快速恢复开发商信心 标普认为政府的政策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渗透到对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支持中 如果政府继续优先支持 开发商融资和去库存 我们相信房地产销售和价格可能会 在2025年下半年出入稳定 总体而言 他说随着一二线城市房价和整体销量稳定 中国房地产销售可能在2025年下半年出入稳定 这将取决政府对开发商融资条件的持续支持 以及减少库存的努力 结构性障碍仍然存在 主要是销售 也就是韭菜不买房 标普估计2024年全国房地产销售额 将下降到8.5万亿至9万亿元人民币 2025年将进一步下降到8万亿至8.5万亿人民币 这个标普和高盛相对乐观 认为2025年房价就见底了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相对悲观一点 但是我认为高盛标普 显然还没搞清状况 这些研究机构某种程度上也是见风就是雨 这个房价能不能稳住 跟这个主观意愿关系不大 还是跟韭菜的收入关系更密切一点 不在于我们怎么想 我们想房价涨那没有用 韭菜的收入跟什么有关呢 实际上我们就看各大城市写字楼的空置率 这个我们在以前节目一直说 如果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写字楼都是爆满 空置率都在下降 你像开个公司 你像租房它不好租 那就说明这个经济就好了 韭菜的收入就多了 如果空置率上升 大部分房子都租不出去 说明没人开公司 没有那么的工作岗位 所以说写字楼的出租率 是经济好坏的重要指标 就是你肉眼可见 那这个写字楼的空置率 我想上班的人应该深有体会 如果你现在在写字楼里上班 你可以看一看周边 是不是有空出来的写字楼 或者空出来的房间租不出去 当然了有的公司比较大 它的整层甚至整栋 都是他们公司 那恐怕感受不到 如果你只是那个写字楼里面的 一层或者一间 那你可以看看其他的楼层 或者其他的房间 是不是用胆板打着 是不是写着内部装修 什么之类的 这是第一个 如果这种情况多 那就说明空置率去越来越高 还有第二个就是 你上下楼梯 坐电梯是不是方便了 尤其是早上上班 中午下班吃饭 以前是排队五分钟 或者是你得挤两回 真的挤得进去 现在不需要挤了 对吧 这些身边的 你都给你感受到 经济的冷暖 以前经济好的时候 你中午吃饭 你要的错开时间 我有印象 对吧 坐电梯已经做出经验了 顶层的人 比较容易上电梯 尤其是中午吃饭的时候 你的下电梯 那什么中间层的 他根本就挤不上去 他等多少趟 他挤不上去 所以他们就取现救国 对吧 一般的都是先万善坐 坐到顶层 不出电梯 接着下 你看看 以前经济好的时候 坐电梯都动脑筋了 这种情况少了吧 除非那个鞋子楼太火 同样的啊 上电梯怎么上呢 就是万善坐的时候 你先得下去 对吧 坐到地下三层 从地下三层万善坐 这个充分说明啊 叫遇善必先下 对吧 遇下必先上 反其道是行之 可惜啊 这种场景 未来几年不再见呢 据我了解 北京的这个鞋子楼 它也是结构性矛盾 就是有些地方 还比较人多 但是很多地方都是 控制率 就是控制啊 非常严重 最近这个旺金鞋子楼啊 控制率 说都已经到了50%以上 不光控制率上升 而且它租金还下降 租金据说降了70% 也就是说 万金的鞋子楼 不仅控制率上升 租金还在下降 这是叫戴维斯双杀 中关村 据说这个 控制率是20% 租金也在降 所以通过鞋子楼啊 通过自己上班 对吧 击电梯 多观察观察 你就发现这个经济 到底是什么情况 今天我在网上看到几个消息啊 也就说明这个 6加4加2的化债方案 让人担忧啊 这个钱如果不做好监督 那又资深很多腐败问题 又资深很多浪费 首先一个啊 11月12号 根据新华社报道啊 说中纪委啊 对三起整治刑事主义 为基层减负 典型问题进行通报 其中啊 说山西太原市清徐县 违规使用资金 维修政府帮工楼楼顶 建设广场景观小品 引发关注 什么叫景观小品呢 说的是清徐县投资 5.9亿元建设县城水系生态治理 及城市停车场惠民工程 一个县城呢 5.9亿 就这么花掉了 水系这个生态治理 停车场惠民工程 你说说 它能有什么经济效应 如果你真的是惠民也行 问题是它很多钱 它就不是花在惠民上面 这个项目实施过程中啊 说清徐县违规将县政府 综合办公楼 房谷楼底 以及外里面涂装 综合办公楼量化工程 等打包到县城水系生态治理 及城市停车场惠民工程中 形成实际支出 1193万元 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 以这个县城水系生态治理 和这个惠民工程停车场呢 以这个为幌子啊 这个就是取经工程呢 形象工程 以这为幌子 然后把县政府的大楼啊 量化 还有县政府大楼的这个屋顶 天秀全部打包塞到那里面去 多聪明 然后项目还在城市广场建设了多处景观小品 包括一座银色莲花雕塑 一座景观石 一处地雕 多颗反真叶子树 实际行程支出 1305万 你看看 就这两项就遭到了2500万 你说你一个山西的太原市 一个清徐县城 你搞什么反真椰子树干什么 那玩意干啥用的呢 反真椰子树啊 那能产生什么价值呢 你要是真摘椰子树也算你厉害 你摘这别的树不行吗 对吧 椰子树估计活不了啊 哎 他搞个反真椰子树 所以咱们一直说啊 这个就是花大头里面的钱 他不心疼 你现在这个 花债 花的就是这些债 能不让人担忧吗 说 根据此前寒拍视频显示 清徐县人民广场 共设置了52颗反真椰子树 期间还可见银色梁花雕塑 华山报大风新闻记者注意到 该广场附近 正是清徐县政府办公大楼 据附近商户说 目前广场上还有一些反真椰子树 应该拆了不少 以前比以前少了 这个真是啊 叫不是三亚去不起啊 而是清徐更有性价比 对吧 你就在这个清徐县政府广场上 转转就行了 感觉到了三亚 身临其境啊 你看椰子树嘛 再搞点沙子 对吧 从三亚拉点那个白沙子 扑一扑 再搞个 挖个池塘 搞点水 这不就是海边吗 你说钱就这么糟劲了 还有啊 这个还是中纪委啊 通报的一个典型案例之一 四川省 成都市金流区 对外交流政心 曾在过度专修问题 2021年7月 至2023年12月 金流区投资 12亿建设建筑面积8.22万平方米的对外交流中心项目 建设过程中 使用进口食材拼花 手工羊毛地毯 玻璃木墙等高弹材料进行豪华专修 圆林绿化工程 总花费697万元 智能化信息系统 造价超过1.2亿 其中会议中心专修成本更是高达5480元每平米 是建设成本的二倍豪华专修啊 你看这个12.16亿会有什么效果呢 能有什么经济价值 这是谁的钱 对吧 现在就要花这些债 所以不能说咱们唱空啊 一谈到花债 那些专家 那些经济学者 马上就是恰到好处 马上就有效果 就是鼓掌 就这么唱赞歌 就是这些人唱 问题越唱越严重 对吧 就是在这唱赞歌中啊 迷失 对吧 一切都是刚刚好嘛 这些债能帮他化吗 所以我就说了啊 如果这么花债 那就会让别的地区啊 对吧 辛辛苦苦在那招商引资 在那大干快散 搞经济 搞建设的 他会心寒 哎 就是这些地区 他对吧 税收要删交 完了他还对口支援那落后地区 完了这个落后地区就狂造 造完了之后有人替他买单 你这样下去 那就是会形成一个什么效应呢 就比烂 那这不就是道德风险 干得多的吃亏 对吧 那些过度举债 然后也还不起的 严重偷支的 铺张浪费的 反而占便宜 这是中纪委自己啊 通报的 这些问题你不解决 对吧 你的花债方案 那个效果要打折 打五折都不止 我们再看网上 一个网友写的这个遭遇啊 也是买房子相关 我看他的名字叫 幸福印的情情 他在网上发表一个微博 说他的姐妹啊 目前遇到经济困难 陷入经济困境 当然他这个经济困境 是怎么发生的呢 他说首先啊 他说在三年前啊 他这个姐妹啊 日子过得非常不错 首先有一套住宅 就是跟前婆婆 隔壁动的那套 18年 200万买的二手房 主要是他父母出的钱 然后 他有200多万的运收账款 和300多万的存款 加起来是800万的资产 包括前面说的房产 那你看看 这次典型的是中产 有固定资产 房子 有存款300万 还有印收账款 印收账款就当作是投资嘛 你看看 三年前 他还没有30岁 那就二多岁 他就有这样的资产 那是非常不错的啊 标准的中产 关键啊 他这个姐妹 还是在长沙 长沙房价还不高 那最后怎么出问题了呢 陷入经济困境的 坏事就坏了 这个印收账款 收不回来 对方提出 要么抵门面给他 要么就去打官司 打官司你也知道 那就是赢了官司 赔了钱 打官司赢了 你还得执行 他没财产 你就像你高很大 赢了有什么用呢 一毛钱拿不回来 所以这个 他姐妹啊 那只能实相啊 选择门面房 抵占 把人家门面房 抵过来了 但是啊 他这个抵占 还不是纯粹抵占 门面房给他 还需要他再交 50%的现金 结果说 一半抵占 一半你给现金 200多万的印收账款 他又加了200万 然后抵了差不多 500万的 几个门面回来 也就是 你印收账款 不是200万吗 你要把那200万都抵掉 那你还要掏200万的现金 然后这一共是400万 400多万吧 他就顶回来了 500万的这个门面房 问题就出在门面房上面 三年过去 这个当时顶价 顶500万的几个门面房 价格跌的不止一半 也就是说 只剩200万 然后他买的那的房子 一般的买200万的房子 也跌到了120万 就是说 他那个门面房200万 自己住的房子120万 那都是挂牌价 也真要成交 恐怕还要便宜 所以说啊 他如果现在急着变现 那还得要打折 门面房加上住宅 能卖个350万 就不错了 这两三年经济不好 他自己又没赚到钱 存款300万呢 那个顶门面房那时候 不要掏200万吗 200万掏进去了 完了这个是100万 这三年也花的七七八八 也就是100万的存款 也差不多没了 完了他现在手上剩什么呢 现在就剩一个350万的资产 就是自己住到一套房 加上几个门面房 你看这就是典型的 投资出问题了 本来他是有一个800万资产 小日子过的那是相当体面 对吧 300万的存款呢 他没有负债啊 是别人签他200万 结果就是为了拯救 那个200万的应收账款 他又搭200万进去 这一下就完蛋了 所以他现在啊 非常焦虑 为什么呢 门面房不一定能 租住出去 门面房租不出去 你还要付这个管理费 物业费 各种费 现在这个店铺招租很难 实体店又不赚钱 所以啊 天天看我节目的知道 他犯错我犯到哪 他不应该动自己的现金 哪怕那200万的 应收账款要不回来 我也不要那门面房 我还搭钱进去 对吧 如果不搭钱那也行 对吧 你就给我200万的房子 甚至给我150万的房子也行 我那200万 顶那150万的房子 我不能再出现金了 对吧 他是最大的失误 就把现金变成资产 你看 就是为了救那200万的应收账款 反而搭进去更多 手头的钱也没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他基本上就在那个焦虑的线上了 如果稍微家庭也有什么变故 不叫花钱吗 他也没钱 那就得卖房子 对吧 他现在也没工作 实际上大家想一想 像这位女士这种情况的多的是 本来是个中产 稍有不慎 就陷入这个困境 那他还算好 他还没负债 一旦负债 那就基本完蛋了 如果他找不到新的方向 基本上就是坐吃 伤空 当然了 如果这个几个门面房 能租出去 能打平 能带来点现金流 那他好歹还能扛着 所以我一直说 买不买房 买什么样的房 你在什么地方 都是因人而异 你千万不要照搬照抄 对吧 跟着自己自身情况 那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每个人呢 扛风也能力不一样 不要强求 最后我们再看看啊 这个湖北俄州啊 现在发五折购房券 湖北俄州优化繁殖产政策 其中提出 新俄州人 购新房 每套奖补 购房消费券五万元 多孩儿家庭 购新房 给入最高十万元 购房消费券 并且购住房 认定为首套房 农村居民 进城购房 每户给五万元 购房消费券 高层资人才发放 五折购房券 在住房已旧欢欣中 对购买新房部分 弃税 予以全额补贴等 这个俄州的房价 倒是多少啊 一百平米 我估计五十万差不多吧 他这么优惠啊 累加起来 假如一个农村居民 他又是多孩儿家庭 然后又是什么 新俄州人 那这一共要补二十万 那差不多是五折啊 那这个力度不小啊 假如啊 让开发商再出点学 那不就五折了吗 对吧 市场价五折买房 我觉得这还是可以的 可以考虑考虑啊 对吧 本来五十万一套的房子 二十五万拿走 如果政府还要救楼市的话 除了北京上海 那个限购政策 对吧 还有余地之外 其他的地方都已经没有空间了 没有什么政策工具了 所以啊 二零二五年如果救市的话 那只有发购房券 对吧 就像湖北欧洲这样 没有卖不掉的房子 只有卖不掉的价格 与其啊 让政府收购 政府补贴 对吧 政府贴钱收购完了之后 再卖给那个保障房的 你还不如让政府直接补贴一点 卖个韭菜 何必那么费事呢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